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 歡迎來到談天收益第36個單元 今天中編五四三要來跟大家分享 文王居而演周一的故事 前面幾次跟大家大致把 李濟明堂篇的神秘數字 所謂294753618 這個神秘數字以及 九宮站盤的發現 大概都已經講了各個段落 接下來要回過頭來講 《易經八卦的周一八卦的創詞者 周文王》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文王居》演周一的故事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易經》怎麼去解讀 所謂《福西八卦》 以及《周一八卦》的一個區別 我們看這張圖 其實《福西八卦》 跟《周一八卦》 《福西的先天八卦》 跟《文王的霍天八卦》 相傳 一個是由和圖演繹而成 就是《福西的八卦》 《周一的八卦》 相傳是由洛書演繹而成 這兩個當然有一定的關係 那這兩個它的區別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在《福西時代》 天地萬路 所謂的上下 《福西》是認為說 所謂天在上、地在下 所謂天動地靜 所以動為陽,靜為陰 大概是他基本上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掛窯就是一個陽窯 就是一橫槓的一個陽窯 那一個是有個斷的 有個斷的叫陰窯 那錢是三個陽窯所過成 那昆是三個陰窯所組成 所以《福西八卦》 是強調所謂的天地對待 天地對待 也就是天和地 然後男和女、男生和女生 他是一個天地對待的觀念 那古人的觀察天下 得出一個結論 所以說 氣中而向變 氣中而向變 意思是說 當事物走到了盡頭 走到盡頭之後 就會變成反面 所以夏至 一陰生 冬至一陽生 所謂物極必反 所以這次《福西四時代》 這個遠古人類 他們觀察自然變化 所得到一個結論 所謂氣中 氣中而向變 物極必反的意思 事物走到了盡頭 那就會 變成反向 那《福西八卦》的排列方式 是根據 這個易西的說法 所謂的天地定位 三折通氣 雷風相佈 水火不相赦 然後他的排列順序是 天地 地就是水 然後再加上一個水跟火 這也是一對 然後再加上雷跟風 這也是一對 再加上三跟折 這也是一對 他是兩兩相對的方式 那但是這個雖然合乎自然現象 可是呢 並不太符合 並不太 合乎時序 也就是說 就自然現象來講 他是蠻合乎 但是就時序而言 他就 並不是很合乎 也就是說 如果根據 《福西四的先天八卦》 他的夏至 還有冬至 這兩個結論 是相符合的 但是其他的結論 例如說春分秋分 他的位置 就 並不是那麼正確 並不是那麼正確 所以《福西八卦》 基本上 他是合乎自然的一個現象 但是呢 對於自然的所謂的這個時序 他並不是那麼的符合 那到了周文王的時代 那時候人類更進步了 更進步了 他觀察到自然的規律 有個特別的現象 陽氣是向上 陰氣是向下 的規律 所以如果按照《福西八卦》 錢在上 昆在下 那錢在上 他又向上 陰在下 他又向下 那陰陽不是不能相交嗎 所以他們就 立刻想到說 如果陰陽不能相交 那怎麼能夠生出 後面六個 元素呢 也就是 怎麼能夠生出萬物呢 怎麼生出 生出萬物 那如果是他不能夠相交 又怎麼能夠 南瓜所謂的自然之理呢 所以呢 就會有文王的周易八卦 根據文王的周易 這個說卦傳 對文王八卦的說法 他是說 帝出夫鎮 齊夫遜 相見夫裏 致意夫 坤 雖炎月夫對 戰乎前勞夫坎 成炎夫更 然後 或者根據這樣的一個排列方式呢 就是排列出我們在照片 在圖片上裡面 在這個右半部的這個所謂的 後天八卦 就是所謂周易八卦 萬物出乎正 正者東方也 齊夫遜 遜者東南也 齊也 萬物之遜 離也者 離就是南方 聖人南面 亭天下 享贏而至 蓋取 諸此也 坤 坤就是地 地呢 就是萬物皆自養焉 所以說 至意乎坤 至意乎坤 那對呢 是正邱 也就是西邊 西邊 萬物之所 越岩 故曰 岩夫越 戰乎前 前是西北的卦 所以前是在西北方向 阴阳相波 坎水 那水呢 是在正北方的卦 在 勞約者 萬物之所歸 故曰 勞夫坎 所以呢 這個就是說 霍天八卦 他的排序方式 跟先天八卦 是不大一樣的 那如果按照 這個桌農 這種排列方式 那 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冬至 立冬 這八個重要節慶 這八個重要節慶 他就能夠 八個重要節慶的位置 就會完全正確 也就是 先天八卦 其實霍天八卦 其實是從先天八卦 改良而來 所以在下草的時候 在下草的時候 當時呢 正是地球上 冰河期結束 冰雪融化 加上大地震 使得在千康上高原上面的 一些積雪 原來有一個天然的水壩 這個水壩崩潰之後 瞬間爆發出恐怖的水量 加上海平面上升 淹沒了大片的土地 所以到處都是水災 所以五行理論 認為 金木水火土當中 第一元素是水 因為當時 人類開始有姿勢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是大水 就是大水 到了商朝末年 桌朝初年的時候 這時候呢 這樣的一個大洪水 經過幾百年之後 慢慢地退去了 那海平面上升的 這個冰河期的現象 冰河融化現象 已經消失了 所以自然的變化 到這個地方 就進入了穩定的狀況 那這時候呢 萬物之生 所以人類生長 那胡錫氏呢 所提的這個先天八卦系統 一般叫做蓋天派 蓋天派 因為呢 這就是所謂蓋天派的 八卦系統 他認為天地上下的這種 舊觀念 就被這個說 可能不太適用 那就 漸天地變成周易八卦了 所謂的魂天派 魂天派的這種 所謂的天包地外的 這種天雲地方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英國時代的 這個意見的系統 其實是有兩套系統 一個叫蓋天派 所謂的 天 這是所謂的 這個 前天 在上面 這個地坤在下面 這樣一個概念 這叫蓋天派 到了中文時代裡頭 他就改變這種 所謂蓋天派的這種理論 他就叫做魂天派 魂天派 但基本上一個說法 就是天原地方 所以 周文王被建立的 文王根據 露術的一個想像 他在八卦當中 增加了一個數字叫9 所以 胡錫八卦的時候 他的數字 1到8 到了文王八卦的時候 他增加了9 也就是他加了中間這個數字 加了中間 就是多處的中土 所以在旁邊外面的八卦之外 再加了一個中土 然後把這個中間的這個中桌 中桌 把它定名為5 定為5 所以變成說這個數字系統 就從1到8 多了一個9 那後來呢 一直到了這個五行系統 問4的之後呢 又多了一個10 變成所謂的1234567到90 那這樣就 建立完整的《易經》的陰陽的 這樣子五行的一個理論 那就變成了所謂的太極生兩儀 兩儀分 天包地外 地處天中 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 靜極而動 陰中之陽 動極而靜 陰陽中之陰 那這樣就形成了所謂的 福錫的先天是天地對待者數 天地流行者 流行運轉者 氣的這種觀念 所謂天地對待 是強調的數 觀念 就是福錫的先天 流行運轉者 氣 就是文王後天 所以福錫八卦 象徵了自然規律的創造 文王的八卦 象徵了自然規律的運行 慢慢就形成所謂先天為體 後天為用的這種概念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文王的軸域 基本上是在 福錫八卦的 福錫藝的基礎上 慢慢發展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 看下張圖 那這些呢 我們在之前的時間跟大家談到過 在遠古的華夏年族 他有三本非常奇特的書 一本是《黃帝內經》 一本是《易經》 六位本叫做《山海經》 那這三本書呢 感覺上是沒有特別的關係 但是這三本書呢 卻有一個共同特點 也就是他的故事是非常相像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 看第二段來跟大家分享 《河圖落書》 與《山海經》的這個故事 那這個是《山海經》的一張 我們後人把他畫出的一張圖 《河圖落書》 《易經》 《黃帝內經》 還有《山海經》 我們剛剛提到 並稱為華夏時代 華夏民族 遠古時代的三大奇書 那《易經》的創造者 傳說是胡錫使 那《黃帝內經》的創造者 傳說是黃帝先元氏 那《山海經》的創造者 據說是夏宇 還有他的大臣 薄裔 基本上是夏宇所寫的 那這三本書呢 其實呢 他是經過長期的編傳 長期的徵修 還有補充 那一直到了夏商周 三代 到了秦 到了西漢的初年的時候 這三本書的版本 他的內容 大致 就已經定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個最早的版本 大概是 漢朝 西漢以後 比較確定的這種版本 所以這三本書呢 看看 卻有 好像 有所不同 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關聯性 也就是《河圖落書》 也就是這三本書 都是跟《河圖落書》有關 《山海經》呢 記載的許多非常奇怪 非常不可思議的 這種真情博物 所以有人說 他是神話史上的 這個所謂的博物字 也就是神話的博物字 那有人認為他是 三川地理字 那也有人認為他是 博物的書 博物社會書 或者也有人認為他是 一本巫書 這個巫師 所用的一種巫書 但是呢 隨著西方的赤字體系的傳入 以及人類觀察的 能力的增強 越來越多人 對於《山海經》的描述 覺得說 好像 卻有這麼一回事 所以就慢慢脫離 以往對於《山海經》 認為是 的認識 也突破了過往的框架 那《山海經》裡頭 裡面涉及到很多的神話 很多的地理 很多的動物 很多的植物 很多的歷史 很多的礦物 很多的巫術 以及很多的宗教 還有一些 醫藥的知識 還有一些民俗 以及各民俗之間的內容 慢慢的被認為是 好像是真有其事 所以《山海經》 記載了這本書裡面 記載了非常多 還有一些光怪 詭異的怪獸 還有一些光怪流離的 一些妖怪 傳說的故事 那長期以來 他被認為是一種 怪力亂神 是與怪之術 有一些人 認為這本書所記載的 都是不能夠相信的 是方誕不驚的 不能夠相信 但也有人肯定他的價值 用於考證 奇物 義俗 還有山川行事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 他在寫史記《大腕類传》的時候 他說 《大腕類传》他說 至於本紀 於是下語的於 於本紀 以及山海經 所有怪物 於不敢言也 也就是說 司馬遷很顯然看過這兩本書 第一個是《於本紀》 一個《山海經》 他說《於本紀》跟《山海經》 裡面談到一些 所有的怪物 於不敢言 我都不敢說 就是覺得非常奇怪 但是這表明了 司馬遷應該讀過這兩本書 但是《於本紀》 現在這本書已經失傳了 《於本紀》 據說《於本紀》是記載《下語》 《下語》的《四季》的一本書 《下語》在這裏洪水的《於本紀》 《於本紀》 《於本紀》 那《三海經》後來到了 劉心 西岸的一個大經學家 劉心把他整理 所以我們經過 我們現在看的《三海經》的版本 其實 其實是劉心整理的版本 其實是劉心整理的版本 有人說劉心在整理這個 《三海經》的時候 因為《於本紀》 跟《三海經》所記載的 這些事情 有些都非常相似 非常相像 所以他就把《於本紀》 這一本的內容 把它放到《三海經》裡面去 以至於 現在當然我們現在已經看不出 只知道《於本紀》這本書 但已經不知道那內容 但是有人相信《於本紀》的內容 就被劉心編入了《三海經》 在《三海經》裡面 《三海經》原來有一個叫《三海圖》 原來有一個叫《三海圖》 那這個《三海圖》 有人認為 《三海經》跟《三海圖》 從人類的發展過程來看 可能是先有圖 然後才有文字 因為經就代表文字 所以可能是先有圖 才有文字 那《荷圖》 《荷圖》 剛好荷圖是一張圖 《荷圖》是一字 所以《荷圖》 《荷圖》 《荷圖》 《三海經》的圓形 可能是一個《荷圖》 《荷圖》 有人這麼認為 所以《荷圖》 它是一張山川圖說 就好像是山海圖 《荷圖》 则是山川圖說的文字說明 那就有點像《三海經》 所以《三海經》的圓形 是不是《荷圖》 《荷圖》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可能已經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了 那中國歷史上記載 最後一個看過《三海圖》 《荷圖》 據說是《桃圖明》 《桃圖明》就是採居東尼夏 悠然見南山 《桃圖明》 為什麼是《桃圖明》 因為《桃圖明》 曾經寫了一首《《城經》的河》 所以他写了一本十三首三乃经的诗 这个评名叫三乃经十三首 那其中第一首诗 这是一个五言拮据的诗 第一首的诗 梦下草木长,绕屋树扶苏 梦下,夏天的时候草木都长出来了 绕屋树扶苏 围绕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树木非常的浮书,非常的好看 众鸟心有托 这个旁边都是鸟 他都能够有所依托 因为长了大树 所以他说众鸟心有托 无意爱乌鲁 我也很爱我的草庐 我这个草庐虽然是草作的 但是我也非常爱 所以他说,无意爱乌鲁,既庚亦已重 就是我一方面庚,一方面重 十环读我书,如果有闲暇时间我就去读书 穷巷格森策 我的这个在巷子里面 有非常深深的,可以看到很深深的这个马车的印 就表示这个路并不是很好 穷巷格森策,颇为故人策,欢迎着春酒 开心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喝春酒 摘我圆中树 那如果饿的时候我就到圆中去摘起一些蔬菜来吃 微雨从东来 这一天微微的雨从东方来 好风雨之聚 幻懒桌王传,游观山海图 浮养中宇座,不乐护河鲁 后面这两句话很重要 幻懒桌王传 桌王传是什么? 桌王传是记载桌木王 这个西征的故事叫做《桌王传》 就是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木天子传》 这是西征的一部书 他说,泛兰桌王传,流观山海图 流观山海图 就是说他看了这个山海图 浮养中宇座,不乐护河鲁 浮养就是看看这个天,看看这个自然 中宇座 然后呢,不乐护河鲁 这样子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吗?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陶渊明显然 他有看过山海图 但是从陶渊明之后 就没有再有山海图的记载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山海图了 但是山海图虽然没有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山海经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山海经的版本 其实又经过后面的朝代 很多人把它编辑了 所以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流星的版本 因为流星之后也有很多人帮他记述 那现在 因为流星的山海经版本总共有23篇 但是现在流传下来的 这个山海经的版本只有18篇 那这18篇里头有三万多个字 那是晋朝郭璞写的注释 写的注释 那这里山海经里面有 五丈三经 海外经 海内经 大方经 海内经 那他的编幕总共有18篇 所以呢 这18篇就是描述了 这个山海经的种种一些地理防卫 因为他是按照空间的位置 不是按照时间 所以山海经背证的是一个地理数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编撰方式不像历史一样 按照时间编序 而是按照空间编序所画的图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山海经所描述的这个地理空间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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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